马来西亚政府准备让私照车业者Grab和Uber合法化 当地德式司机首当其冲 而首都吉隆坡的城市交通警官也将出现巨大变化 这个月初 马来西亚国会修订了 陆路公共交通和商用车的牌照条例 准备让5年前登陆马国的Grab和Uber 首次享有公共交通业者的地位 不过原本已被高昂的油价压得喘不过气的德式司机 如今更是前路茫茫 这名德式师傅就说 他有不少同行因为无法负担贷款而放弃了德式驾照 另外 随着人们对私照车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马国的拥车率也将滑落 目前在东南亚六个国家 驾载Grab应用程序的人已达3800万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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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